当超级防风火柴遇到夜带 我的天 号称世界上最牛的火柴究竟有多厉害 点燃后放进水里浸泡几秒钟 拿出来照样可以燃烧 就算是埋进土林踩上两脚 也是照烧不误 什么水能灭火又或是隔绝空气 在它这里起不到任何作用 到货了兄弟们 视频同款的防风火柴 开箱 这个火柴的个头也太大了吧 这哪叫火柴 我说它是火把不过分吗 这个是我们平时用的火柴 咱们对比一下大小 哇去简直是太大了 那么据说这种火柴是俄罗斯特种病专用的火柴 因为据说这种火柴里面加入了大量的助燃剂 所以说它不仅防风还能防水 你敢信 火柴盒上还有一大块擦皮 据说这个火柴能扛出十级大风 我看看到底怎么回事 找了找了 哇真清风厌 我好像看着我太奶了 我去 哇塞 这太牛逼了吧 吹风机都吹不灭 这个火柴确实够猛啊 我看看放水里是不是真的还能燃烧 一二三走 我去 又燃烧了 卧槽 锤都不灭 卧槽 无敌了兄弟们 无敌了 冒泡了 哎我的天 它确实防水啊 直接上灭火器啊 我就不信它还不灭 这回灭了啊 还不灭 灭火器都不灭 我去 哇哇哇哇哇 啊 兄弟们灭火器也不好使啊 还是灭不了的火柴 这啥才智的呀 灵下196度的液弹啊 我就不信它还能继续燃烧 走 哇它还在燃烧 我的天 完了 液弹都没了 它还在燃烧 太狠了吧 直接扔到液弹了 哇哇哇哇哇 看看能不能灭哦 这回 谁能告诉我 有什么方法 能把这火来给它弄灭